在这次端午廉价的时候 不少民众很早以前就订好饭店要准备出游了 没想到有游客到花莲旅游的时候 才发现自己订的饭店在四周都被铁皮给封死了 围炸上面还贴出公告说 施工中请勿进入 让原本订房正要入住的旅客当场是傻眼了 原来这间饭店出现财务产权纠纷 在廉价期间民众信冲冲到花莲 结果差点入宿街头 饭店四周被铁皮团团围住 栅栏上还贴出公告 公安整修施工中请勿进入 让原本订房正要入住的旅客当场傻眼 现在连我们的大楼的大门逃生出入口 都整个风起来 那这个对公安对这个人身安全是有很大的疑虑 因为目前里面也都还有员工在 正常的乘出人会将租约提报给强制执行处 但是在这个本案当中 自称是乘出人的致死 致死中都没有提报 位于花莲吉安慈慧山街上的这栋大楼 过去承租给观光饭店使用为期十年 不料原屋主产权在五月中旬遭法拍 得标者质疑目前租约的合法性 为了维护权益通报辖区派出所 在原警陪同下强制换所 原承租人则是质疑警方执法过当 对于警方执法过程均依法行政保持中立 同时建议屋主应循法律途径 向民事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如果承租他人的房子 他人的房子上到拍卖 可以向执行法院残报租约 使执行法院认定该不动谈是否点交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 如果租约超过五年或不定期租赁 则需要另外经过公证 产权纠纷 住客不得其门而入 幸好及时找到民宿入住 没想到网路上照样能订到客房 权益受损的旅客高调上网通告 希望不要再有民众误定饭店 律师则强调 原件物出售后 承租人若有超过五年以上的原有租约 一定要经过公证 承租人的权益才不会受影响 记者综合报道 要注意 都杀得 seg 有4三月情况 一刀